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提供缩客帮助农民顺求困惑的解决 来到西口我是希望自己可以利用所长来帮助农民 那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成果就是从这过程中做中学 然后可以在农业上累积越来越多经验 因为就是课本归课本 课本给的都是非常经典的案例 但是到了田间才会发现那些经典的案例 根本就很难在田间看到 都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所以在这过程中我希望我可以累积实力 然后以后造福更多农民 我们公所的职一目前有提供蛮多种服务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农田协助农民 去做病虫害的快速的鉴别 然后去帮农民推荐 它适合的农药或者是它的病虫害的管理方式 还有做一些土壤的检疫的化验 公所有提供农民顺问 宜兰十千亿的食物 宜兴的检疫口 就由对净核油 减少農油以及配料不必要的浪费 世心事物作为董 客口香藏不得 星辰 从海拔三千公尺 穿越到海平面 唤醒北纬23度半 雅客带气候的家里 潜水灌溉 透气土壤 丰沛水器滋养生长 云雾笼罩 低温索香 远近驰名的阿里山 是甘醇美飞的沟山茶 而初类拔萃 一支独秀 是顽固的阿拉比卡 今年在阳光洗礼下 让新的伙伴找到更适合的家 激光哈密瓜 这份不其而已的惊喜 是嘉义与大自然 献出最美的心意 我一直在寻着改变养儿的模式 环境空气的挑战 我也不想污染到这片土地 养儿就像我们在养自己的小孩一样 以前有一首歌叫做 《鹅耳系律波》 就在让它自然的环境中 让它悠悠地成长 凤梨瑞温茶也有大 产生的果实品質会比较好 如果我们不大需要用药物 它就能长得很好 我希望把凤梨打造成 嘉义这块土地的文化性格 一草一木每一个生命 我都把它当成我自己的小孩子 搬着在照顾 有没有用药 就会涉及到它是不是残留 那零用药就是 我都完全没有 那是不一样的精神 我家门前有萧河 后面有山坡 三坡三明野花朵 阿尔续旅破 对不让它停止了 哈尔续旅破 是十丶远 我真的对这边很 adverse的 我真的